宋慈不一样 他办案你别看在那个朝代 必须亲自到现场 宋慈就认为只有在现场 才能够发现破案的关键线索 另外呢 现场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而且不让任何人随便动现场的东西 你看 是不是和现在破案一样 保留现场证据 尸体全身皮肤完好无损 额头皮破 并非致命所伤 诗 面带赤子 眼和口开 舌头流于尺外 口角处 有咸墨流出 吊绳微了于喉下 香蕉与耳后 并无交叉 身 且颜色赤子 滴水不漏啊 如此验尸 真是打开眼界 让老夫心悦成福啊 在电视剧大宋提醒官里边 宋慈 有个好友 孟良辰 上任直线的路上 住的客栈突然发生大火了 孟良辰 快点 快救火啊 快点 快救火啊 快救火啊 孟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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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良辰被活活烧死了 大家伙呢 都认为这是纯粹的一场意外 但是宋慈的信息 他就不认读了 孟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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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人 可否允许在下 去火烧现场看看 到了现场一看 那客栈几乎都烧没了 看啥呀 没啥可看的了 灭火的时候 水又冲了一大便 你说正儿还剩啥了 你还能找到什么证据 大部分物品都被破坏了 怎么办 你看这宋慈 人家不慌不忙 在躺尸体这个地方 撒上了酒和醋 不一会儿你看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啊 地上反出了血迹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醋和酒 咱都知道 有一定的挥发性 宋慈把它们撒在地上 如果死者出过血 酒和醋 这个挥发作用 就会让 这个地下面这个血液呀 挥发到表面 然后显现出来 就能看见 一看有血了 宋慈就肯定了 这绝对不是意外的火灾 而是一起谋杀案 因为你火烧人 能烧出血来吗 宋慈就认为 孟良辰很可能是 先被人杀害 然后 伪造成了意外大火的现场 之后 宋慈经过走访调查 抽丝剥茧 最后终于找到了真凶 你看 这就是你杀害我 孟贤弟的证据 你要给我贤弟偿命 闹了半天 是表面上 一直积极帮助宋慈破案的 这个卢之舟 他为了自己的仕途 先后杀掉了两任的直线 这卢之舟公认不讳 但是 他说宋慈 你没有证据 你不能定我罪呀 宋慈就叫人现场焚火 跪下 看我如何昭示 你们杀害孟之舰的罪恶 骨头王 是 点火 是 人师被火焚尸 油脂溢出 随人体渗入泥地 用火烤浊 使渗入泥地的油脂 重新泛出地面 与烟灰粘连 死者被坟前的尸位形状 便由此重现 快看 如果说宋慈不亲自到现场 他怎么能发现这些小细节 那他肯定也就不能查出真凶了 这个故事呢 虽然说是影视剧里边的情节 但是 真实的历史当中 宋慈办案确实是 遵循了这一套科学的破案的准则 还好 是